我们今天给它去设计一个高层次的一个裁剪 它长度会有剪到我们这个下巴以下 那这个高层次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多的一款 那我们裁剪方式是比较简单的 可能就一两个单一层次就能搞定 我们从刘海区开始 分一个中心线出来 那把它前后分开 那这双发型如果说你会剪的话呢 在生活中很多发型师剪出来 它都会非常非常的商业 操作比较简单 可能需要有一点控制力 我就把它分一个这个侧重线就可以了 然后松心线线跟侧重线 两条线分好就可以了 来我们转一下 这就是我们一个分区非常简单 中心线 然后一个侧重线 我会从我们前部分开始先设定我们刘海长度 那首先我要的不是它的 就是刘海的整个长度 是先要一个引导线 那我们会先拿出一束头包出来 找个引导线 引导线是在我们鼻尖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先剪一刀 那在鼻尖的长度找到以后呢 这个只是上面头包的一个层次的长度而已 它并不是我们最后要的一个刘海的长度 刘海肯定是要短的 所以我们以这边头包为引导 我们可以先开始分一个垂直的分区 从这里从这里开始 找到我们刚才剪过的地方 做引导 直接输出来就可以了 先剪一刀 好 不要剪多 再随着头形 请不吝点赞 o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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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这是我们 这个头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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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